好,徐经理你好,那那个我们注意到四季花城也参加了这个本次的宝山的房产会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盘啊 是这样子,四季花城呢,它是位于上海北区的一个大型的万科新市政项目,总建筑面积的有50万方 然后住户的话规模也是接近4000户,以后的整个居住人口呢是1万多人 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是开发到27的最后一个区,那叫做27的第四个区,主要是以一个小高层的精装修的房源为主 那楼高的话是11楼,11楼的房源,然后主要是以大三房跟小三房两种房型 那也是说迎合了目前市场客户的一个主要的需求,那小三房呢是83到89平米 那是针对,就是说有结婚打算啊,或者说小孩子年纪比较小这种刚性需求 那大三房呢相对来说是适合比较宽室的家庭 那一些大型的家庭,像有孩子比较大啊,或者说对,或者说有老年人要一起住的那种 一百,我们是130平米的大三房 而且这两种户型通通都是精装修的 那这一批呢,我们目前是正在热销当中 总共有七八百户这个样子,现在的话也卖到了 差不多最后只有两百户左右的中央的一个景观的位置 呃,交房呢,它是在明年的四月底这个样子 那我们四季花城呢,其实针对的客户呢 也是比较广泛的,是位于市区各个区的 因为呢,它旁边有两条轨道交通 一条是一号线,一条是三号线 并且呢,如果开车的话呢,走一线路高架和南北高架都可以到我们小区 所以说呢,有这么得天独厚的一个交通的优势 所以说,全市各个区啊,买到我们这里的客户都有 都有,不管是各个年龄层次啊 对,吸引力是比较大的 我们开发到现在,今年也是第六年了 所以小区本身的话是很成熟的 目前入住呢,已经有差不多六七千个人 六七千个人口超过了 然后我们最后一批交房之后呢 等到明年的话,整个小区就完全是完善了 包括政府为我们造的弓箭配套 什么明年差不多也都开始可以投入使用 项目上的情况大致上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呢,价格还是一万零八百左右 是包括精装修价格的 所以这个性价比呢,目前在市场上也是很高的 相对这个板块来说,又是万克的大开发商 成熟小区,又是精装修的房源 所以说这价格是性价比比较高 而我们这次参加宝山房展会呢 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房展会 继续扩大在这个区域的知名度 那争取就在四季化成的最后一批房源 为四季化成化成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是说回馈一个整个的一个新老客户 在房展会上面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优惠的政策 然后在近期房展会期间的话呢 我们是有额外的1%的优惠 就到现场来认购的话,有额外1%的优惠 平时的话我们都没有这个优惠的 然后我们在房展会呢,也是说不仅展示了房型啊 跟区域模型之类的 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四季应用的一些新的一些建材技术啊 什么,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展示 像一些新的保温技术啊,隔音技术啊 包括地板的架空啊 我们这次都做得非常到位了 我们把这些建材搬过来 然后那个跟我们一起参展呢 其实这次还有一个万科的新的楼盘 叫万科虎婆郡园 它是位于宝山区罗店的 也是跟四季花青一样在宝山的 那现在呢,还是没有开盘 那它的户型选择呢,可能会更多 包括它周边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如果说有客户有意向的话呢 也可以到火博圈员去看一下 就是要不错的 你是不是有点了 我这么说你是不是有点了 就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点了 那你是不是有点了 谢谢观看